- 嗨,大家好,今天咱們要來介紹皇商 這隻人物在台服前面伺服器已經出了 然後相關的活動我就不多做介紹了,咱們直接來深入了解他 畫一的時候,這招感進殺絕,可謂非常完美 主角技工觸發的時候,還有機率增加自己的怒氣,這招真的非常棒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隻的賣點 九陽遺魂,對敵方單體造成三、五、七次傷害每次攻擊 可以降低對方的受療量,然後吸取的效果 持續兩回合,終於是可疊加 並回復友方主角能量,若擊殺目標,則額外恢復友方主角能量 就是你打技能之後,你的主角就會更快出大決 然後如果擊殺的話就會更快 快中加快 然後請注意這隻,他是多段攻擊的 再來這招一金斷骨,就是額外觸發其中的狀態嘛 其實也是非常不錯的,有機率免控,然後又有機率暈眩敵人 非常棒啊 然後他還會增加自己的攻擊 也是非常OP的 然後大魔符拳,開場就會觸發增加自己的命中跟破格 根本就是打贏過專用的人物嘛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武學方面的部分 這一隻的武學部分,我推薦的是六風雷 也有部分的玩家會裝四風雷兩漫天 也有人會裝六混天 六混天的定位就是在於他的BUG降了而已 然後我非常不推薦六漫天啊 因為這一隻畢竟是多段攻擊的 如果你裝六漫天,那你就是享受不到最後一段 就是非常多的加成 然後至於六風雷 應該說四風雷兩漫天,其實我也不是很推薦 因為畢竟六風雷 他攻擊的時候 會造成內傷 如果對方處於內傷狀態 這個機率就提高到100% 你是多段攻擊的 如果你的第一段就觸發了內傷 那想必的你後面幾段 也是會提高傷害20%的 這一點非常重要哦 如果你想追求極限傷害的人 不要懷疑,就直接裝六風雷吧 然後再來他的秘笈的部分 皇商這隻人物我覺得他的三本秘笈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他每次傷害會提高5% 然後首次傷害最少為5段 他是三五七嘛 我們剛剛有介紹過了 這招可謂非常OP啊 然後感進殺絕觸發時,額外怒氣恢復50 這招對於有修煉主角的玩家們非常的實用啊 然後這招九紅秘笈 更強,但是成本造價非常昂貴啊 再來 皇商的船工部分 一採的時候需要楊過 二採的時候需要郭靖加一支氣 三採的時候需要紅七公加掌加劍 四採的時候需要歐陽風加劍加力加氣 五採的時候需要黃山女加掌加劍加力加氣 再來就是皇商的金脈推薦 因為皇商我還沒六火所以不能看 所以我用周子洛來代替他的金脈 同樣是祭嘛 推薦的是祭滅 然後在惡蟲的時候選擇是激戰 然後有些人會選擇這個霸氣 如果你要穩定的輸出絕對是激戰 因為激戰每回合都會增傷 隨之戰鬥結束 至於這個霸氣 如果你的皇商有養的不錯的話 如果你有血量上限超過35%的時候 倒是有繼續觸發 加上他本身有一個暈眩 他會形成一隻具有暈眩特色的人物 然後四採的時候 這招不用看 一定是點波動 然後也有些人會點穿透啦 但是我實在不是很建議穿透 因為20%而已 其實可有可無吧 所以我還是建議波動 至於這個就是最後的大絕 更加的暈眩 但是能點出來的寥寥無幾啊 呵呵 再來來介紹配陣方面 這個就是所謂的以天雙盾雙爪 當然你沒有周伯通的也可以換成小招啦 這個算是陸服比較常見的陣容 絕緣是可以幫周子洛增傷的 然後這隻作為次等輸出加Bug降寮 加上天竹身逆天的暈眩 然後周伯通或是小招提供補血的能量 然後至於站位 其實你要周子洛在前也可以 要皇商在前也可以 我是比較推薦皇商啦 因為畢竟皇商技工 有機率補主角的怒氣 主角怒氣再出手 可以增加周子洛的擊殺機率 其實是非常不錯的套路之一 再來套路二 就是不要補師換成第三爪 魚連周 這個在陸服也是蠻流行的陣容 就是完全不要補師 依靠雙盾的生存量來達到快速擊殺的效果 再來第三種也是最為常見的套路之一 也是我個人最推崇的玩法之一 加上核足道的雙爪體系吧 也沒有第三爪 就是一坦一補一輔助兩輸出 這個陣容在我打過這麼多的以來 我堪稱完美這個陣容 畢竟 核足道的增傷 對於雙爪來說 真心有夠OP 但是這個陣容也有一定的缺點 應該說雙爪隊都會面臨的一個缺點 就是技能更改過後的楊頂天 楊頂天更改過後的技能 實在是非常OP 你只要沒辦法快速打到擊殺的效果 就有點失去雙爪的風采的意義了 所以雙爪面對楊頂天其實是比較弱勢的 你少說也要兩三回合才能把楊頂天給克死 然後你就是要想辦法讓你的陣容能夠活到兩三回合之後 不過雙爪看了這麼多體系 我真的蠻推薦掛一隻核足道的 這個傷害有夠噁心啊 好那影片的最後給你們看兩段我打雙爪隊影片 我本身是獨隊啦 而且我的楊頂天還沒養好 我打雙爪隊本身存在非常強大的弱勢 呵呵 其實也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影片啦 第一部影片是跟我打的戰力差不多的 那個人戰力大概是1.8億 100萬還是200萬吧 反正差別不大 然後第二個是我打我跨戰2000萬的 一個戰役2億的玩家可以看 應該說給你們看一下我怎麼被融化了 呵呵 好反正就是兩部小小的廢片吧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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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可憐 OK 好可憐 好可憐 Di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